就是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中国这边的反应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 一方面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像刚才提到的一些跟美国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些盟国 或是准盟国 那个当然不完全是一回事 但倒过来讲呢 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对于这个战略层次 或者是比较高的国家层次的一个国家情报的安全 可能是比较注意的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状况 有可能是美国的所谓的海量这样收集的 尤其是透过很多民间的一些工具去收集的 一个用个合法的外衣 披着这个外衣去收集的 这方面可以说是他们收集情报 在过去十几年来的一个美国独有的 资讯科技的一个膨胀一个爆炸 它才可能这么做 因为这种海量的收集 第一个它很可能不是靠人的 它是靠工具的 它是靠电子工具 第二个这个海量的收集 很重要的不是收集那个部分 而是储存跟筛选的那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想象 没有了现在的电脑跟通讯科技 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 很能够运用一些新的科技新的工具 我们究竟怎么样去理解 怎么样去应付呢 其实也蛮考这个北京的脑筋 所以其实在美国国内 对这个窃听事件的话 也没有就是太有立场的这种表态 包括在采访奥巴马的时候 奥巴马也说现在这个白宫也是在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 现在还不能够就这个事情发表太多的意见 我们要很清楚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有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双存标准的 国内一个标准 国外一个标准 这个不只是一个理念而已 实际上我们就看到 当这个美国的政府 就是有牵涉到 侵害美国公民的资讯自由 甚至有可能是在用某些 比如说无人机 他去攻杀一些美国公民的时候 因为国内的政治压力跟选民的这个反应很大 那美国的政治人物呢 他是有可能做一个调整 但倒过来 同样是美国的人民 同样是美国的老百姓 同样是美国的选民 当我们提到美国的军队 政府 甚至他的这个总统府 在国外进行的一些军事 跟这些窃听的行为的时候呢 美国民众的反应跟对国内的时候是完全两样的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去讲呢 其实美国对内有一套形式的标准 对外有另外一套形式的标准 跟对这些事情的评论跟态度完全不一样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还是想其实想问问你 那中国的话 像遇到这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去应对了 那您刚才也提到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的 那么我们其实是不是也是 更应该大力的发展这种反监听的技术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 就是美国在这个窃听 或者是在反正各种盗取 别国别人的这个资讯上面 对不只是跟中国 跟刚才提到的世界上所有的强国 或中等的强国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的 那在这方面中国如何去这个招架呢 其实呢也是一个不容易去处理的问题 另外一个这个透过一些谈判 或者是对美国释放善意 基本上是不可能解决 也就是说当美国用这种手法 去处理它的一个就是对外资讯的一个获取的话 很有可能其实就是引发了世界上 另一波的在资讯上的一个恶性的竞争 恶性的循环而已 那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这方面的投入呢 也可能是不能减少 减少只能增加的 而且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可能还是像您说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的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起码表面上是比较被动吧 但实际上我相信我们的情治系统或各方面 尤其是对国外方面 不管是防备也好 或者是得到别国的情报也好 中国政府还算是比较积极的